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 其實北部跟東半部的確朋友應該蠻有感的 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其實從午後就陸陸續續開始下雨了 而這雨會一直持續到明天 而且中部以北的山區 其實在明天的午後 也可能會有零零星星的暫雨發生 所以一定要特別要記得要攜帶雨 就是千萬不要淋到雨了 而溫度方面會怎麼樣來變化呢 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溫暖如霎的天氣 因為像北部地區高溫有25度 中南部地區更到28到30度 也就是說一直到週六為止 其實都是這樣子蠻溫暖的天氣 但是週六起就要變天了 即將掃地您一起要帶您來看到了 週三晚上起 其實因為這個陣風會比較強的關係 可能來到8級跟9級 所以像是嘉義跟桃園地區的朋友 騎車的時候一定要特別的注意了 而西半部地區 其實清晨的霧氣還是蠻大的 所以早出晚歸一定要特別注意行車安全 而最後這氣溫剛剛說到的氣溫會陸續的回升 但是一直到週六其實就會慢慢的來降溫 所以冬一先別收起來 以上資訊提供給您 嗨 我是盈桃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